现在呢我们开始这个深入 深入的时候 记住从它这个重色块开始 从它最重的色块 比如说这儿 这几个重色块 然后下来呢 再找哪个是最重的 就这样去一类一类的去走 我先去走这个 这个就非常慢了 非常的慢 先比它尖一点 就是说你亮部可以先不去画太多 主要是暗部 暗部的秩序层次先把它拉开 这个只要拉开之后 画面就 就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了 按部在这个整幅画面里边所占的这个要素 这个 它是很大的 一张画百分之七八十它是在暗部需要画的内容 只有那一点点它是在亮部 像这底下这个就一块一块走 反复往前推 包括这个投影 从这儿到这儿 从这儿到这儿 上下你看这儿和这儿投影明显不一样 我们拉开 尤其是这块 这块最深的 因为它是一个角落 这个要把它往开走 让它往开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块是墙 到上面减弱 注意这个秩序 一定要把准点抓住 该画的多画 不该画的别少画 这块 从这到这它又有层次了 然后这个边缘稍微收拾一下 这个秩序 这样它这个 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个层次就推开了 其实有些东西 它看上去 眼睛看上去 很接近 很相似 就是说很难去区分 它这个变化 因为它很微妙 这个时候呢 就靠的是感受 你那个意义 只要一到 基本上就区别开了 画的东西要耐看 也就是说画的时候要推敲 有些画面 你会发现有些画的画面 就是说是很透 但是它很飘 很薄 为什么呢 暗部层次不够 暗部层次不够 只抓了个交界线 然后暗部都好多都是一样的 这就显得画面就特别的简单 上下上下的变化 然后这个 这个角 也是调整啊 不是加深啊 千万不要理解错了 不是加深 它没有什么好加深的地方 深的地方呢 它也是很有限的 最主要是调整它那个秩序 这颜色呢 它有一个秩序 比如说通过调整呢 不要让这个颜色再花 过花 调整这些东西 是什么呢 就像一样的地盘 有什么任正的地方 就是 我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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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抓这些重色块 重色块调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里边的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边的变化要仔细的找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按部里边需要收拾的东西非常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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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